境界一提高,内在的丰富一提高, 所有事情都会,我们讲麻烦事情都会变得很少的。 所有的问题都会变得很小的。 假设你今天不预示了100块钱, 可是你身上是有一罐块钱。 那100块钱你会当作算了, 捐给别人给别人去拿,同意吗? 那是你身上如果只有110块钱呢? 你不捐100块钱,你会心很疼。 你会急着找回它。 今天草地上有一堆污水, 你跨过去,要跨过去那污水, 只要你比它高一点, 你就没有,不可能被它影响。 你要镀一条河, 你一定要站在桥上面比它高一点, 你就没有事情,不必被河, 那条河影响了。 那如果今天如果下大雨无垠密布, 你要怎么办? 你就在飞机上面, 云,无垠跟鱼就在你的下面。 境界一搞什么都会,问题都会解决的, 人的一辈子都在比境界, 问题的发生一定会有一个结果, 而你是站在中间的受害者, 受益者由你决定, 你会决定一切事情的结果, 真正的问题发生并不是真正的问题, 而是我们的心态思想是解决问题, 那才是真正最大的问题。 招安吉祥,